哎呀 當初你跟格格 你載格格我怎麼沒有拍照 太可惜了 你開車載他 啊 下車載他錯過 哎呀 什麼東西啊 你怎麼亂講啊 那留你們兩個愛的回憶 我就不打擾了 不要再講 他那時候真的累了 你還載我們去全家 你還幫他下去上廁所 哇塞 哇塞 後來載回飯店 我告訴你 就這麼繞那麼一大圈 把你載回家以後 他已經累到不行了 對啊 下來那眼神多迷蒙啊 看是不是受到吸引 對啊 我就說你不要載我們 罵什麼什麼 早知道就把你們丟包 早知道就把我丟包 對啊 你們自己回去 我在當什麼電燈泡 你們自己從那個什麼湖 旁邊自己回去 對啊 蓮池潭啊 對啊 蓮池潭那邊 你看都是那個文山北 真是的 你們這些人是死變態 他進去 你怎麼看得到格格那個迷蒙的樣子 迷蒙的原因是因為那個誰啊 那個議員那個叫誰啊 葉元之啊 葉元之在那邊灌酒啊 真是二隻 想把他灌醉之後 最後被我載走了 可惜了 我沒撿回去啊 太可惜了 你又氣死我了 再亂講吧 人家大家旁邊都錄下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 阿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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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不像 像 眼睛还要张大 有够像 像吗 像 不要小看他 他可是被美国公认是一个危险的生物 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像包含了澳大利亚这些国家 这些地方 他们遇到的战场上面 如果你遇到这十活机 你最好闪远一点 辛吉内亚也有 为什么 因为他很恐怖 他的身高呢 有将近到了150到160公分 他的体重有60公斤 你想想看 几乎跟一个人一样的大 而这只生物呢 你不要小看他 他跟另外一只两只在干架的时候 你仍想过去阻止 你都阻止不了他 你甚至阻止了他之后 他可能反过来攻击你 一口把你给咬了下去 你的嘴上的肉 不是 你身上的肉就在他的嘴中了 我有问题 说 他有吃过人吗 他有 曾经有过 有人就这样子被他给吃掉了 你如果已经觉得说 他真有这么恐怖吗 那你就去看Netflix里面 有一部电影 千万别抬头 到了最后的那个场景当中 那个美国女总统是怎么被吃掉的 就是这只鸡 那不是鸡 那是鸟 那是鸟啊 鸟 鸡 使我鸡 所以呢 你就可以注意到 那个场景当中的影射的对象 就是他 也就是倒数 你说当世界末日之后呢 彗星撞完地球了 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呢 你美国总统光着屁股走了下来 还是会变成他的嘴中的肉啊 来来看这个两只鸟 它们在抢食 好像是一块肉 可是呢 抢着抢着 怎么好像感觉变成实话了 这个是之前有网友拍到哦 这两只鸟啊 钉在那边一动也不动 网友好心呢 用这个纸巾 吃纸巾把它们盖住 纸巾把它们盖住哦 还要盖住它们 对 怕它们冷嘛 啊 怕它冷 没想到呢 这两只鸟 就在那边钉也不动的 哦 整个钉住了哦 我觉得这网友太过分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连嘴上都给它放肉啊 嘿 对啊 就是怕它抢说不要抢了嘛 再给你多一块肉 啊 我知道 它们在劝架嘛 结果你看啊 再多一块肉 在这两只鸟的这个嘴巴上面啊 两只鸟似乎没有松开的意思 它们还是僵持在那边 你看 再多放一块 哦 你看那个眼睛 扎牙扎的 眼珠子这样扎牙扎 一直努力地在转动 还拿纸巾盖住它们 就感觉你看好像变成 那个石化的化石了 啊我知道 可是感觉你看 它们还有在动 你看那个喉咙那边 这边气管那边还在动 这个不是肉的问题了 这是尊严的问题 所以呢 为了抢食一块肉啊 石化成这个样子 人类要劝架都没用 再来看看 这个是两只鸟的这个 这个僵持在那边的情况 那还有一个状况是 国外有网友呢 他经过了一个这个大水缸 结果没有想到 他听到水缸里面 有奇怪的声音哦 他就在那边看 这奇怪的声音 古有这个司马光打破缸 救了一个人 在国外的这个网友 打破缸是出来什么的 救了什么东西 结果一只牛啊 你有没有看到 打破了水缸之后 一只牛稳稳地缓步 爬出来哦 还很镇定的 我问你 那牛怎么会在里面啊 大家都吓一跳啊 很想问说 牛为什么跑到里面去啊 牛大哥 你是怎么样走进去的啊 大家就很好奇啊 你看 这个国外的这个网友 他们就看到说 水缸里面有很奇怪的声音 然后看头去看 就有好像很大的一个生物 不知名的生物在里面一打破 结果竟然一只牛 这样子缓缓地走出来 可是牛的习性 它不会钻到那个洞里面去啊 而且当时 它又不是鸟要跑到洞里去孵蛋 当时它这枕头牛 在水缸没有被砸破的情况下 它是怎么钻进去 这个让大家非常的好奇 好 讲到水缸呢 你知道吗 它在中国大陆的江西 中国最美的这个乡村啊 雾园 湿口镇 盐村 于庆堂的这个古宅啊 有一口缸子 这个水缸呢 它非常的神奇 你知道吗 它已经从清朝乾隆年间到现在 三百年来了 这个古宅的主人叫金文健 他说啊 这个水缸里面的水啊 三百年来没换过 但是不腐不臭 不可能吧 号称这个雨天不满 大汗不干啊 不腐不臭 绝不生虫 可是这不对啊 你想想看一杯水放在那边 久了也都会浑浊 炸很多细菌 对不对 虫虫还可能下 蚊子还下蛋啦 可是你没想到这个古宅的这个水缸啊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镇宅缸 镇宅缸里面它的水除了不腐不臭 而且相当清澈啊 让大家看得这这称奇 后来很多人刚到那边 这个吸引大家到那边 就很多游客就是就在里面丢了这个硬币 还在那边许愿 重点是 这一口子这个古的水缸啊 它竟然还可以预测天气 这么厉害啊 你有没有想象说可以跟你 跟人跟专家一样 它竟然对气候啊 这么的敏感可以预测说 我们要靠科学仪器来预测 它居然直接这样就可以预测 是 它可以预测 怎么说呢 这个金文健老先生 他是一个茶商 他说有一天他想要去换水 因为他看到水开始浑浊啊 结果没有想到正要换的时候还没换哦 就下起大雨来了 人家说那个缸子啊 一浑浊的话三天内必下大雨 果然当他换水的时候马上下的大雨 然后呢水池如果是保持清澈透明的时候 绝对是晴天 也就是不可能下雨 结果三百年来 从以前祖先到传到这个金老先生到现在 都没有变过 都是这样的理论 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屡试不爽 哎 大家都很好奇啦 吸引了专家学者来研究 这个镇宅钢的骨钢子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后来他们发现 这个镇宅钢 它是用一个花钢石的这个材质去凿成的 那岩石里面可能有一种这个 特殊容易溶解的矿物质 这种矿物质呢 它对这种温压的这个反应特别敏感 也就是说 呃 当这个空气湿度增加的时候呢 同时它的这个气压也增加 哎 气压下降了 下降了之后呢 它的这个水里面的这个溶解度啊 就跟着下降了 跟着下降的话 这水会变得稳着了嘛 果然没多久就开始下雨天 那相反的 如果是磅琴的话 它的这个湿度降低了 结果它的那个气压就增高 那水中的溶解度呢 它也就这个慢慢的增高 那增高的话 它的这个水值呢 它就会很清澈 对 就是造成说 它就不会变成说好像 它每次预报气象 好像都变得特别准 不会拉差的那个原因 那很多人讲说 那如果是这样可以解释得通 因为它放在户外嘛 它是在它那个前后天井 后天井那边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不服不臭没有虫呢 哎 对呀 因为它放在外面嘛 它们这个下雨天的水会一直掉下来 那它里面养了一些鱼在里面 然后那里面的冻植物 经过这样子水不是一直降下来 它们叫做天落水 就是有天降洪福的意思 那天落水呢 这个水里面就会不断的有时候去怠换 它里面的这个冻植物呢 它就有净化水质的作用 所以你是说等于这些冻植物 在净化水质 然后水又刚好一个水循环的系统 是 使得它变得就是一个自然的环境了 对这个系统环境呢 就造成它水质 就是这样的一个清澈 所以知道的这个专家学者 研究出来的结果之后 大家才说 哇原来这个镇宰缸还这么稀奇啊 我们说到看完了这些前面的 神秘的鸟的事件之后 我们来讲讲中国大陆的贵州了 贵州山水甲天下贵州山水好 最重要一点是它的克斯特的地形 但我们说到克斯特地形 其实贵州呢 许多的克斯特地形 都集中在安顺这个地区 安顺这个地方的克斯特地形 因为地形地貌的关系 尤其有一条河 它叫格突河流域 格突河流域呢 它常常会有一些巨大的洞出现 而这些洞出现的时候呢 大到什么地步 大到几乎有12个足球场这么的大 但这些洞里面你往上那么一看 哎呦不得了啊 怎么上面有这么多的玄关的存在 有人就说 哎呀这些玄关呢 存在于那个地方呢 其实已经有百年到千年以上的历史了 而这些玄关怎么会出现呢 哎最重要一点 当然是有人把它背了上去了 有的家族呢 在那个地方 世世代代就是那悲观人 他们背着那过世的人的尸体 搬到了上面去把人给悬在那上面 这就是玄关到了后来 而形成的一个状况 不过说到这个部分啊 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些卑诗人可是不得了 甚至有的祖传 已经达到有七代的时间了 而这七代当中 你可以看到有的家族里面 兄弟姐妹 大家都是那卑诗人 可是呢 他们像蜘蛛人一样 爬在那悬崖峭壁当中 身手可是非常的皎洁 有人就说哎呦 贵州的蜘蛛人 那就要说到那个 隔凸河这个地方了 但说到隔凸河这边呢 现在还有玄关的存在 但是呢 一般来说 都是以表演性质为主了 因为现在目前的人呢 你不可能当玄关 葬在上面哦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卑诗人 他们怎么把尸体 背到上面去啦 贵州有点河叫隔凸河 这一条河上面有一个燕子洞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风景区 他在贵阳 差不多160公里的地方 他号称什么 全世界最美的卡斯科地区 他拥有全世界最大的 中午石熔洞 叫燕子洞 这个地方很多地址 需要都会去考察 而且这里面最好玩 最刺激 最精简 最神秘的什么 是什么 就是他那边有 三四百口的玄关帐 那在燕子洞进去的时候 因为他是个大熔洞 他那个熔洞的两侧 其实熔洞是非常非常湿滑 那一般人你要把它爬上去 几乎是很难很难的 那上面可是你抬头一看呢 上面就像照片影片当中一样 一口一口一口的数量 非常多 集中的玄关这样的 密密码就一直动的上方 那大家就想说 哇 这谁会把 这样子到底怎么把它放进去 那怎么放 这上面往下掉的不对啊 因为是个熔洞里面啊 不可能 那你说你要从上面往上爬 那岩壁非常湿滑 哇 这工程非常浩大 那他们到底怎么弄 一般来讲像这种玄关帐 他大概有分三种形式 第一种叫木桩式 就是呢 他在岩壁上面打木桩 打木桩之后把关呢 放在木桩上 好 燕子洞算这个算最多 另外一种叫自然洞穴 就是他原本就有个洞穴 就把关呢 塞在那个自然洞穴里面 塞进去 这种呢 这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凿洞 就是呢 原本的岩壁上没有洞 我把招开 招开之后放进去 好 那他们就说呢 第一个 要上去的话 他们必须要有人呢 是要练过的 而他们这种 上去的四个一组 这叫爬还不好爬耶 很难爬 而他们就是有像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算是他们 四个一组的一个 算是攀爬小组 你看这简直就像攀岩一般耶 完全身上不用这个护具 徒手就可以攀登上去 为什么四个一组呢 是因为他们这四个人 平常说采怨过清艳分之外 他们呢就是在有人过世的时候 他要负责呢 先背 你看好危险啊 一只手撑住耶 一只手撑住耶 根本就是极限运动 刚刚看你就摔下去了耶 对就像极限运动那种 徒手攀爬一样 非常厉害 他们要背了四片大木板 跟两片小木板呢 先爬上去 然后先钉木桩 木桩钉好之后 这连人爬都很难耶 居然还要背木头上去了 对 背木头上去之后 先把木桩钉好之后 把四片大木板 两片小木板呢 刚好组成一个棺材 这样扛扛扛 四个人把尸子扛上去 你说也要这样扛上去 对 就是他们徒手 要把尸子扛上去 把尸子安葬好之后 他们的苗族人呢 他们的法师叫莫公法师呢 才在下面开始的祭祀唱歌 三天三夜时间帮他做法师 做法师的时候 他们还只能够就是喝酒 不能够吃这个东西 让他的灵魂能够回到他祖先 苗族人祖先家里去 然后他说那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把人 这么搞刚的放在这么高的上面 对啊 好 这时候他们就说 因为他的苗族人 他们是没有文字记录的 他们都是靠口语相说 他们的谷歌里面呢 都会记载很多他们这样的习俗 因为传说以前 苗族人其实不是住在贵州 这个地方 他们以前他们的祖先来自于东方 他们当时打仗的时候呢 因为战败了 被不被他们的仇家追杀 追杀说结结拜 他们就跑跑跑跑到了 隔脱的地方 因为这天险 因为他是在溶洞里面 后来人的躲在里面之后 但是因为战争有人死掉 死掉之后呢 因为死掉 他们又想说这个土地 不是他们苗族人的土地 这是他们是外来者 所以呢他有不好意思呢 葬在别人的土地上 只好说那把我葬在墙壁上 所以他们就没有葬土地 就葬到墙壁 于是呢衍生出这样的玄关葬 这是说法其一 说法其二呢 他们认为说呢 因为我呢是打败到这边来 我希望我能够我的部队 我的部族能够打回我老家 所以呢没有打回老家之前呢 我就事不下土 事不入土的感觉 好其实这样的玄关葬在 地方非常非常多 包括台湾也有台湾的 我们的鼻头角的停车场 外面山壁上面的 里面就可以看到几个那个 那里面也有玄关 那边有一些对 谷飞旺就是放在那边的 后来我们当地说为什么那边 因为他说当时那边的人就是 也是因为呢他们认为说他们想要 想要回大陆想要回老家 所以他们是不下葬 所以依他的遗愿就把他放在高高上面 其实这样子的习俗 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常常是有看到 包括台湾也有 可是因为贵州格兔河 这样子的玄关上的形式呢 其实也针贴非常多神秘的一个色彩 我们去看的时候 这个地方都是一个必看的景点 欸 出展制作人啊 怎么了 怎么样你觉得我这个龙卷峰主持人 应该够聪明吧 勉勉强强应该还可以啦 欸 那我年底可以选市长吗 选 我去投你票 谢谢你喔 我业头 业头喔 连司机都业头 那我们出来选市长怎么样 你出来选啊 我出来 可是我估计不是在台北啊 没有关系啊 到时候我们到某个地方去选嘛 欸 选完之后呢 那你就当那个第二个丁允公嘛 桌子我会给你大一点 怎么样 你是不是很想要当丁允公 哎呦 什么话 想要在桌上干什么东西 干嘛一定要桌子有 我床铺不是很好吗 不要再脑残了好不好 我告诉你说实在话 人的脑袋当中 常常有许许多多的幻想 当然呢 出男制作人幻想 跟我的幻想可能不太一样 不过 十万八千里远好不好 当然十万八千里远 你幻想的就是那个 嗯 对啊 你在说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 你讲话 他每次都摆那个阅历在桌上 嘿嘿嘿 还好今天没摆阅历 不过说到真的 人的脑袋能够转得这么快 重点是人聪明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地球表面上面 现在这个时候 人看起来是这个万物之灵 人是统治这个世界 当然现在的环境破坏 也是我们这些可恶的人类所造成的 但我来弄个手板给大家看 啊哈 先来注意到 全世界史上最聪明的十种动物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 你为什么贴我啊 很敢讲是不是 很敢讲 那你会不会贴他 贴谁 你指定啊 你下次指定我就贴 哦 你指定 你贴那个狗狗狗 好好好 他怎么贴 可以可以可以 你确定他聪明 他聪明 哈哈哈 你敢说他不聪明 大清帝国的对不对 哦 灭掉了 现在我们民国时代了 还在大清 你还想反民父亲啊 去做梦 他是你哦 反民父亲是你讲的 没有 那是那个谁讲的 李代理其运在一起讲的 星也讲的 那第二聪明的是星星 星星不好意思 被人类关在动物园里 第三聪明是海豚 海里面悠悠自在 不过赏金船可以去看他 第四名是大象 哎呀大象在许多的国家 嗯 在泰国是受到尊重的 很多国家还是在做苦力 好等一下 我考考你 大象那个土岸是谁 是叫什么名字 小飞象啊 哦 不错耶 第一个通关了 够老子才知道好不好 真是的 搞不清楚啊 那再来呢 第五个大脑袋的竹竹类动物 你在说什么 章鱼啊 章鱼啊 章鱼就是吧 乌贼章鱼就是大脑袋 哎 他还第五名聪明 居然还比乌鸦聪明耶 哦 对啊 所以啊 你到日本去看到一堆乌鸦 你想想看 章鱼居然比乌鸦聪明 那接着呢 松鼠也很聪明 怪不得会台电断电哦 哈哈哈哈 嘿嘿嘿 没有松鼠的功劳 怎么会有台电的断电呢 所以呢 中共投入人是谁 是松鼠 中共投入人是鸟咧 嗯 那中共投入人会不会未来是狗啊 很难讲哦 对啊 他跑到台电的便电箱 把那个电线关掉了 所以狗也算是中共投入人 不要再脑残了好不好啊 我讲的是谁 你们自己去想吧 哎 第九名是猫 哎呦 没想到狗跟猫比起来 猫居然比狗笨耶 哦 哎 第四名是猪 猪 猪 猪是谁 你最熟的 嘿嘿猪嘛 那松鼠那两个图案是什么 松鼠那两个图案 你你你个你 你你 你这个 你你是米老鼠 啟 啟 啟 朱鲨的弟弟 講不对的话会被打 来 那猫那一个图案是谁 猫 阿 迪Xisco林貌吗 不是 你猫 猫 猫健克 哎唷 拆一个知道 这个猫健克是不是 对拆一个 제 X 猫健克 鞋猫健克吗 好 那这一只小地方是谁 来 我就问 我就问 他叫什么名字 你答的出来 我马上 带你去 哥哥的房间 他小屁 嘿嘿 我叫什麼名字 我也不是那個人 他叫卡蒂狗 卡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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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可夢 我還希望你帶我去他房間 你什麼笑話 卡蒂狗 好 我知道了 我也很年輕 只是我最近不看他而已 對 我看的是 你別當藉口 不過我都免為其他人家 你知不知道嗎 你也帶不了我去他房間 你怎麼做夢 好啦 不能再亂講了 但我們說到這十個聰明的生物排名當中 我們要來講配備豬好了 不要小看配備豬 配備豬在卡通裡面的表現 跟人幾乎一模一樣 可是人家說到豬 你不要罵人家是豬 豬其實很聰明 豬怎麼聰明法 科學家曾經做過一個研究 他們用一個指針 要讓豬隨便別一些東西 沒想到豬需要去搬動這個指針 而且指到豬所看到的東西跟方向 還有這些標的物 它都完全可以對應到 所以可見的豬很聰明吧 不要小看配備豬 在哪當年的時候 如果豬先站起來走路的話 現在這個世上 都是豬 對不對 豬 好像有點道理 有道理嗎 好像有點道理 絕對被說服 誰先站起來 誰就是豬 沒有 誰就是統治這個世界 但我們說到豬 有人說 豬你看它好髒喔 都在泥巴裡滾來滾去 其實不是 因為它不像人有汗線會排汗 它要降溫 就得到泥巴裡面降溫 豬嘎 現在不是租在統治世界 要不然到處都是泥巴坑 哇 欸 你要不要去滾泥巴坑啊 我不要 你不要 你是不是想要跟格格去滾泥巴坑 一起滾 我為什麼 我為什麼不去滾溫泉池 為什麼要滾泥巴坑 所以你想跟他泡溫泉嗎 這種天氣泡溫泉不是很舒服嗎 對不對 你是想要跟他約泡溫泉就對了 你不要再亂講話 你那個泡溫泉跟泡再來溫泉 那個是字眼不一樣的 OK 不要越講越樓歪 我們明明在講生物之間的問題 你怎麼可以講到的 我講的也是生物之間的問題 你講生物跟生物之間的問題 講到的是單項生物 不是想到多項生物 我們講的是多項生物 但是大家 你不是也是人鬼殊途嗎 欸 它是人欸 對啊 所以你是鬼啊 我也是人欸 我們是同類生物 可以做同類的事情 不要再聽製作人亂說了 言歸之傳 我們來看看生物當中 厲害的豬 它有什麼樣的角色扮演 欸 但不是那個人跟人的角色扮演 先搞清楚啊 不要來訪問偷笑 還在偷笑 我們都講說人是萬物之靈 而且自稱自己叫做靈長類的動物 對不對 可是呢我們真的跟大家講 以前大家講說 你怎麼跟豬一樣笨 這句話真的是錯的 因為事實上錯了 因為根據研究來講 豬的智商 事實上可能沒有比人還低 你知道嗎 畫面上面給各位看 我們過去看到很多動物 每次看到鏡子 或者的時候呢 都以為那個對方 對方是個 跟我不一樣的 對著鏡子在那裡衝撞 為什麼 想要嚇唬人家 對啊因為地盤的關係啊 不是你仔細看著喔 事實上呢 這是美國的一個大學的一個實驗 發現到豬其實他會 你有沒有看到 他並沒有對著鏡子那裡衝撞 而且其實在這個實驗的旁邊呢 還透過一個鏡子 反射出一個實物的樣子 所以就說 他看到鏡子裡有實物 他能夠分辨出來 那個其實是鏡子 而不是一般的玻璃 意思就是他不會去衝撞它 對所以你看他那個 而且他會轉彎 去找那個資料 而且他其實是透過在思考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不斷地 你看他透過那個網子的部分 可以看到另外一邊 其實有實物對不對 可是他不會想要透過衝撞那個地方 直接去搶那個鏡子裡面的食物 可是如果看到我們過去 曾經介紹過動物的影片 那個他每次都 自己的倒影 就拼命在那裡狂笑狂備的 豬倒是不會你知道 而且透過鏡子來分辨的這件事情 其實你知道除了豬之外 還有海豚 我們認為高智商的 星星有做過 你畫面上載給各位看 你有沒有看過豬在幹嘛 你以為他在禁食對不對 錯了 這個是呢 這個是美國一個大學 他們在給他做實驗 用透過玩電動的方式 也就是說讓豬去操作 對 讓豬去操作那個搖桿 搖桿會控制那個球 如果他能夠順利的 把那個搖桿的那個球 控制到那個框框裡面 食物就會掉下來 所以也就是說 他知道怎麼樣去控制搖桿 沒有錯 而且他知道讓那個球 這不簡單耶 他一定要達到那個 邊框的那個位置的時候 他才可以吃得到食物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從這個裡面發現到 豬其實具有高度的集中力 同時你在我們在講說 在過去馬戲團裡面 是不是看到很多的動物在這 那個做表演啊 猴子狗大家都不覺得很奇怪 可是你可以看到 他在用豬來做學這個把戲 蛤可以做嗎 對他下指令喔 你會覺得他真的不像是豬 像這個丟東西撿東西回來 這不是小狗在 這好像跟狗狗的做作一樣啊 這不是小狗在做的事嗎 對啊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透過這樣一個訓練呢 去訓練小豬 他可以呢 跳圈圈 趕陽 甚至呢 還可以做原地的旋轉 他還會升國旗 還會升國旗 你知道 所以豬的學習的能力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強的 而且他有極佳的記憶力 可是他剛剛沒有沒有手 他居然可以轉那個升旗的 沒有 因為他會用他的豬鼻子嘛 因為豬鼻子 其實他會拱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裡面 他甚至可以拱球 進入跨越障礙之後 把球推到什麼 推到球門裡面去 然後來獲得這樣一個獎勵 所以 你可以看到豬鼻子 在學把戲的這個過程當中 所以你說他記憶力很厲害 沒有錯 在做這個把戲的過程 你現在畫面上是在看 他可以把這個 有不同顏色的東西 然後呢 準確的放到那個框框裡面去 有沒有 他試圖把它放到框裡面去耶 光這件事情 大家就會覺得說 注意 注意 他是可以放的 而且可以看到 顏色不一樣 同樣造型的東西 是不是 他把同樣顏色的 放到同樣造型的裡面 所以他會分別顏色 是 他並不是單獨 只是想說 我找一個東西賣進去 對 那你想說 為什麼他不把這個顏色 給他弄亂 因為事實上他就有分辨的一個顏色 所以你知道嗎 根據這國外的研究團體 他們發現到 豬的基因組合啊 事實上跟人類非常非常的相近 甚至連他的生理組合呢 跟人也很像 你記不記得 我們每次在講什麼槍擊案 或者什麼 每次要做這個單刀測試 或是模擬傷口的時候 才會拿豬 豬皮 因為豬的這個肌肉的組織呢 跟人體是很像的 再來就是豬的這個 所謂的內臟的部分 包含他的心臟啊 或什麼的 事實上大家也都覺得說 他跟人體的構造 有極度相似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真的還是要再講一次啊 不要再說豬很笨 因為事實上豬非常非常的聰明 你知道嗎 再給大家看一下 事實上豬很多人都覺得他很髒 很不愛乾淨 是啊 可是國外的研究發現到 味道很臭啊 豬其實他有一個很聰明的地方是 這是野豬先講 我們剛剛看過 那都是受過訓練對不對 你看他在幹嘛 他好像在拿什麼東西 他拿個東西鼻子那頂啊頂著 在水裡面頂對不對 他可以拿起來 他為什麼不拿 不是他可以吃 他為什麼不吃 他在那裡弄你知道嗎 好我們直接告訴大家 你難不成說他在洗東西 對沒錯 你真的很聰明啊 腕熊用兩隻手洗 他用他的鼻子洗 還用他的鼻子洗 好這是倫敦大學 他們研究員所做的一個實驗發現到 我如果給豬 而且我現在強調的是 沒有訓練過的豬喔 我給他一個很髒的蘋果 就是裡面髒的泥漿或什麼 你知道嗎 一般我們都認為說 豬笨笨的直接吃對不對 卡拉卡拉吃下去啦 野豬呢他會把它叼著 然後到西邊去 然後把這個蘋果給洗乾淨 所以他超級愛乾淨 他才吃 唉唷 還懂得衛生耶 他懂得衛生之外 他會分辨 為什麼在同樣的實驗下面 第一個他把髒的東西給 那個蘋果給豬去弄弄的 他會去洗對不對 可是你給他一個乾淨的蘋果的時候 那他會怎麼樣 豬沒有重複做這樣一個動作 他就直接 就吃掉了 所以也表示說 他懂得那個東西乾不乾淨 沒有錯 所以呢 過去大家就講說 豬很髒 為什麼 因為我們印象中啊 豬每天髒髒的在泥漿裡面 打滾或者是什麼的 可是你知道嗎 那個對豬來講 事實上他是有原因 因為豬的皮膚沒有汗線 雖然我們講說 他的組織可能跟人很像 他就缺了一個汗線 所以你知道嗎 他之所以在泥漿裡面打滾 你真正的用意是什麼 什麼原因 因為他要把這個身體上的熱啊 透過這個 這個所謂的 呃 泥漿塗在這邊 泥巴水 對 他透過這個方式的時候 讓他整個皮膚過得舒服一點 你知道他要降低溫度 而且豬愛乾淨的地方在那 他會把他自己睡覺 吃飯 還有玩耍的地方 給分辨出來 還會分類啊 可是你一定會講說 不對我們現在看到豬 那豬不是很臭嗎 那豬圈裡面 對不對 便便跟食物都在一起啊 那是因為我們人類 給他環境是這樣啊 他要是經過訓練的時候 甚至豬可以在固定的地方 上廁所 跟狗狗一樣 畫面上給各位看 你有沒有看到 事實上他是透過訓練 你不要真的以為說 豬就是這樣 他坐馬桶耶 努力的想要把他的屁股 放到馬桶上面去 這是一次 兩次 三次之後 發現到豬 豬真的可以透過訓練 坐馬桶 所以你真的不要再講說 豬很笨 豬很髒 事實上過去我們的觀念 真的是錯的 我們看到台灣啊 其實在這個寶島上面呢 我們人和 還不錯 可是呢 到了晚上的時候 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些駕駛啊 坐上的駕駛座以後 腦袋就有動了 覺得自己是飆仔 覺得自己很厲害 坐上的摩托車 那個抓住的那個 摩托車的龍頭以後 就不要拼命飆 飆到什麼地步呢 飆到出事 飆到撞人 你看從台北的 新北的泰山這邊呢 發生了這樣的事件 車禍事件之外呢 還下來嗆一下 你要衝一下啦 怎麼樣啦 你有什麼好嗆的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 每當座上的駕駛座 每一個腦袋都腦殘了 你以為你自己是頭文字低嗎 你以為你這樣子 你就可以得到的人生得益勝利嗎 你看看像高雄 高雄之前的時候 還有那個柴犬達人夫妻 他們騎著摩托車 明明在網路上面 他們這麼爆紅 他們告訴大家 柴犬的生活有多好 告訴大家完美的事件 結果就被那無罩的 直接就這樣撞下去 兩夫妻就這樣離開了人世 讓我們心裡面 膽到多難過 可是 高雄耶 大家都知道 欸 怎樣 你有去過高雄吧 當然有啊 你到高雄你覺得交往怎麼樣 很多特殊照相 很多紅燈 然後很多違規啊 奇怪 你是有個高雄女朋友是不是啊 不是 是 那要不然為什麼你現在拼命恐高雄 我記得我到高雄去的時候 那個紅燈晚上 摩托車就 啵過去 啊啵過來啊 啊 為什麼現在高雄變得這麼好 有這麼多特殊照相在那邊啊 就是因為你剛剛講的狀況 啵過去啵過來太多了 所以才有特殊啊 欸不過我告訴你 高雄倒是有一件事情 我有一次在高雄的時候 白天開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一個阿伯 跟一個年輕人摩托車 撞在一起了 哇 倒了 在路中間 你知道兩個人不是在吵架欸 在幹嘛 指揮交通 我開過之後 兩部車倒在那邊 不是要幹架嗎 怎麼會這麼溫和的感覺 在高雄長期 這就是高雄人跟台北人的差別 你看啊 高雄好地方吧 對不對 所以啊 大家不是和和氣氣一團 和了即使撞了車 兩個人在那邊指揮交通 我的車還慢慢的開過去 欸 這麼和諧的場景 在台北看得到嗎 看不到啊 所以 為什麼大家不能夠和氣呢 坐上的駕駛座 一切和樂 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這樣子 不就萬事和樂嗎 幹嘛每個人坐上駕駛座 就像一個瘋狂發顛的人士 在那路上駛呈 在那標速 出了事情之後呢 下來幹警察 下來幹對方 沒出事也下來幹架 搞到最後被警察上鋼 壓制在地上給帶走 和樂不是件好事嗎 大家來看 在高雄發生的 你知道那個小屁才 才剛滿18歲 其實他一臉青色 大家看 他被兩名保大原警 為什麼要壓制在地喔 仔細看喔 他還踹警察 看到沒有 已經被壓制還踹警察 嘴邊一直念髒話 就一直在嗆警察就對了 他幹嘛 他無罩駕駛嘛 把你攔下來 那他怎麼那麼囂張啊 推警察 罵警察你知道 然後警察把他給壓制住了以後 他還要踢人家 天啊 他到底幹嘛 好 現在這個小屁孩 不但怎麼樣 不但是無罩駕駛對不對 再最佳一等 妨礙公務 好 這是我們看到 我們台灣警察執法的方式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滿溫和的對不對 來看一看美國警察 是怎麼做的 來看這個畫面喔 在街頭上 哇 好炫的巴拉利啊 暫停 對不起 老兄 你已經違規停車了 這穿紫色衣服的 這駕駛更不理警察 把礦門關起來 你開你的單碼 我要開 欸 他已經開始發動了 仔細看了喔 警察那個時候發現他要動 警察還站在那邊 站在車前 抓住那個插護鏡 示意他 不能動 不能動 結果他還是不管 根本不理警察 還嗆 嗆的結果是什麼樣 警察霸氣一拳 就敲那個窗戶 再來 還不停 你還想要幹嘛 跑 我跟你講 窗戶把它打開了 整個門打開 你看這個警察怎麼執法 仔細看 直接拖出來了 拖下來 哇 警察 竟然有這麼霸氣的知法 而且兩名警察馬上發動了 幹嘛 把五花大綁放在地上 然後馬上靠上手銬 路人看了都傻眼了 大家再仔細看喔 他是直接打開車門 把他給硬生生的拖下來 立康 這個要是發生在國內的話 不曉得他們怎麼樣 投訴警察對不對 人家警察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人家馬上制服他 壓制在地上了 三罪並發 如果你在反抗 可能連槍都打出來 開槍了 立康講得完全正確 哪三罪你知道嗎 保安公務 襲警 還叫上一個 違規停車嘛 好 再來看喔 立康也是在美國 在美國的高速公路上 你看看喔 這部休旅車 好像是超速什麼違規喔 被警察攔下來對不對 結果這個駕駛老兄 他車門一開幹嘛 幹嘛呢 他竟然從車上 直接走下來 走向警察耶 立康你看 他還比了個手勢 剛剛有沒有看到 他比了個手勢 直接走到警察的面前 直接就用彰化標警察 結果蹦一下 你看他是中槍的嗎 不是 你看 他是什麼回事 他被警察用電擊槍 直接制服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在美國有一個不成為的規矩 我們都了解啊 他剛剛才對警察罵彰化手勢 警察直接電擊棒就伺候他了 就伺候他 二話不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其實剛剛最重要的是 他那個比那個手勢的時候 警察馬上就有一個什麼 警戒 為什麼 你那個手勢拿出來如果是槍怎麼辦 對 直接一槍就打死了 所以說很多網友都說 你看他比那個手勢對不對 如果你是直接拿出一把槍來 他就直接打死你 警察還用電擊槍 已經算是對你客氣了 我們其實看過很多電影 如果說在美國的話 被警察攔下來 一定雙手要放在駕駛盤上 也就是說你要坐在駕駛座 你雙手要放在駕駛盤上 要讓警察看到 你不可以直接跑下來 跟警察嗆家 完全正確 你根本不可能下車來 他好像不是美國公民一樣 連我們都知道 他竟然會犯這樣的錯誤 剛剛話 那高雄那邊台灣還在踹警察咧 是啊 所以你就曉得說 人家怎麼霸氣執法的 好 再來看 有一個也是在哪裡呢 那就是在貿宜島 夏威夷 這個人你知道幹嘛 他的車子沒有掛大牌 還是開車講手機 跑給警察追 你知道他現在在焉魚警 他說什麼 Come on Cops 你抓不到我 為什麼 你太胖了 他還嫌警察太胖 然後他還跑給警察追 還繞一圈 結果也是一樣 剛剛就被貿宜島的警察 用電擊槍直接 幹嘛 一槍制服了 你根本連逃都不用逃了 對 連逃都不用逃了 你馬上倒在地上了 你還注意看到 他是打赤腳跑的 你看這個老兄真的很好笑 三四歲的霍克斯 來啊 警察 你追不到我 你嫌那個警察炮的 沒有關係啊 我拿出 碰 電擊槍 一槍就把你制服了 這個人吃上了 法案公務跟什麼 跟拒捕官司 他說 我沒有拒捕啊 我們警察說 你有就是有 立剛這就是美國警察 我們台灣警察 應該要加油了 欸 剛剛實習生說 台南怎麼樣 台南紅燈可以右轉 台南紅燈可以右轉 欸 韋哲兄 我不知道 台南紅燈可以右轉 不過我台南 我是去的時候 我發現到塞車還滿嚴重 不過大家都很溫馴的 在那邊開車 希望這台灣 一切都是和樂的 不要有那麼多一些交通的事故 跟交通的糾紛 每天上新聞 讓這些電視台 可以作為一個新聞的宣傳嘛 要不然每天都行車紀錄器的新聞 多無聊對不對 欸 家和萬事心 大家切記喔 手腳混規則最重要 對不對 出男製作人 你還要說什麼嗎 沒有 你看 我聽你講就可以了 話都已經說不出來 好勸勢喔 所以當然要勸勢 要不然這個時候 難不成叫大家去當頭昏之地啊 頭昏之地 你在電動玩具上面玩完 在電影裡面看看 上了路還是慢慢開車 安部當局最好啦 好 那現在 唉 每當到了要心情和樂之時 我們就要有水神的出現 在疫情現在 我看你噴就不是很和樂 有一點點嚴峻之時 其實水神清潔劑可以消毒 可以讓你心靈平靜 如果說你覺得噴一噴 你會看起來覺得有霧懵懵感覺 很舒服的感覺的時候呢 唉呦 用完了沒關係 有水神生成機可以大量的取用 沒事家裡噴噴保持環境清潔 外面摩托車龍頭噴一噴 保持環境清潔 駕駛座方向盤噴一噴 不用啦 駕駛座自己開的嘛 就不用 上了計程車噴一噴 好 所以呢 請記得 你順便噴我就不聽問講不會揍你 請要噴殺 保持河了 水神生成機很好用 水神也是環境清潔最重要 在那疫情嚴峻之時 到了疫情緩和之時 記得多多保持環境的清潔 按讚訂閱分享加上開啟小鈴鐺 我們新聞龍捲風就下禮拜見囉 還有還是切記一件事情 記得把我們YouTube上面的網址連結 傳給你的Line朋友 讓我們的新聞龍捲風 能夠讓所有更多的朋友看到 所以在現在這時候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 掰掰 你好變態喔 怎麼樣怎麼樣 喜歡嗎 你就喜歡棒子啊 我喜歡棒子 照額影像流傳了 你不用狡辯 這不要再亂講話了 你喜歡棒 你就是想當0號對不對 我想當的不是 我要當1號去找那位了 喔好要去嗎 找誰啊 發出這個聲音 這什麼字 OK 收工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 大家使用我們這台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好這一台呢 其實非常適合 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 都非常的適合